你这个享受待遇 也太好了吧 你这个享受待遇 可遗憾 简直把你当女儿 在宠啊 那是你不知道 他做了什么亏心事 吃饭吃饭 直接送到家里 出门车接车送 你还要怎样 我要的可多了 眼里只能有我 心里也只能有我 就连睡觉做梦 也只能弄到我 你又不是菩萨 咱来了 好 这个戒指 是新的吧 这个戒指 是有人买来 用来套劳我的 我以前惹她生气 想送一个假戒指 我们在担心吧 我答应她 为了弥补以前的床床 我要买真简直送你 一直送到她满意为之 好好赚钱吧 黎大叔 好好享受 我的理事 她上队是挖了你家祖房吧 这辈子来还债的 这也太宠你了吧 她是不是假的葛依涵 其实是个诈骗犯整容来的 去你的李洋洋 盼我点儿好 吃赞 你说啊 我们现在都还挺幸福的 我和葛依涵 你和工作 史维聪和邓卓凡 这现在就是老凡了 我们是不是得加把劲 帮她一下 可是怎么帮啊 我们跟子虞的关系 怎么可能跟他们兄妹之情比 我们就算说一千到一万 也比不上她哥一句话强 那没办法了 只能相信精诚所致 今时为开了 子虞性格这么好 她哥哥怎么就那么讨人厌呢 怎么了 你不知道那个人有多嚣张 之前我们公司总编 本来想找的公关公司 就是博曼 你说咱们两个玉树临凤的大左肩 怎么感情中这么坎坷 就是啊 像鸡犬猎那样没心没肺的 反倒一路顺遂 时不时还能自己做一下 你为什么又分手了 你呢 怎么又被洛东梁刺激了 我是自作孽不可活 喜欢谁不好喜欢她 自成了 我发现我可能也是 以前吧 我老觉得是我爸妈瞎干涉我 才导致我恋爱失败 可是这次我爸妈也没干涉呀 我还是失败 所以我谈恋爱巨大的问题 可能不是我爸妈 而是我自己 可怜啊 现在我还不敢买醉 下午还得老老实实回去上班 你说谁能比我惨 现在咱们唯一能掌握在手上呢 就只有工作了 如果连这个都没有 那才叫真子惨 也对 你看杨杨那样 只跟工作卫物也挺好的 多潇洒 你就进忙什么呢 我在让正气跟进我手上的项目 我呢打算再去找这个新的 到年底得让我的人都过个肥年呀 而且 而且什么 我得好好表现呀 万一老鱼的位置落我头上呢 陆忠良把我烦的 这事不都忘了 你哪是被陆忠良烦的呀 你是有美在旁 没你说那么猥琐啊 大跌尾